因為我人生第一段所謂的感情 就是未曾拍拖而未飛 所以對於分手對我來說很敏感 因為那種感覺很傷心 令到整個劇都可以寫出來 就是我分手的故事寫了一個電視劇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有共鳴的 每一個人都有共鳴 所以我覺得很長時間寫 分手可以用很多角度寫都可以寫 所以我跟著下面的電視劇 其實都可能是跟分手有關的 可以合作 守得 最重要是有夢想 最重要是有夢想 但不是有夢 就是發夢就死定了 而是真的要去做 要怎樣去行 正如我剛才 我曾經在節目中也說過 你對於一件事 你一定要問自己 零到一百 其實對於所有的夢想 你有多喜歡 如果是會瘋一百 under一百的 你不要瘋了 因為你沒有夠愛 例如我對於我自己的工作 我對自己 到今天都是 我經常都說 百分之三百 不是一百 不是八十 不是一百 是百分之三百 是唯有這樣才有那個衝擊 所以我覺得跟年輕人說 就是你用百分之三百 去追逐你的夢想 才可以 Slowly slips away The tears inside my eyes are falling down my fac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